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藍海鑽食品有限公司的總裁 張哲明 小歐來介紹我們專訪 你好你好 小歐你好 想要當初是什麼樣的起勤動力 會讓你想要自己出來創這個 藍海鑽這個品牌 因為我覺得說就是想要 給大家一個 因為家裡的底印的關係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好的商品 好的食材 然後就是少掉中間商的一些 利潤的分潤完之後 可以把完整一個好的高成本的東西 給消費者 這個是你創這個品牌的目的 對的目的 那為什麼要取名叫藍海鑽呢 因為鑽這個其實是 抑制著一個珍貴的食材 或是高級的食材 或是廣泛的一些食材 然後藍海就是有大海中的 然後有一個就是 廣大廣泛的一些珍貴的食材 或是高級的食材 或是好的食材 所以就是藍海鑽就是 我用料就是會用 廣泛的一個好的食材 下去做料理這樣子 其實坦白說 這台灣穿一個新的品牌都不容易 那你在創藍海鑽這個品牌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嗯其實有就是 在公司管理營運上面 你一定會接觸到很多 你不成熟或是要學習的事情 對然後之後 還有一些經商之道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可能是可能老狐狸啊 或艱商之類的 對所以你可能不懂 這就是我中間遇到的一些挫折 跟印象比較深刻的東西 對對對 是怎麼樣的一個事件 就是被私利通路照應 哦 對對對 真的 所以其實 創業的過程 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 一定會有的 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因為 像這個事件就是 應該說自己想的不夠生思熟慮 也沒有去做好 完全的準備跟功課 所以才導致說 喔原來 所以你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件事情 對對對 哦 那在產品的研發上呢 產品的研發上的話 其實 嗯 應該說 家裡的底蘊給的夠 我們學的功夫夠 所以其實在困難度上面 我覺得是還好 只是會面臨成 經常面臨到就是 我想要用好的東西給消費者 哦 對那可是會經常面臨到這個部位缺料 或是這個部位 價錢已經漲到整個天價 是消費者不能接受 可能當初講到價錢是ok 可是現在 呃 就是被漲到這種價錢是 消費者已經不能接受 我經常遇到事情 那其他的困難度的話 其實我們蠻 其實我自己跟我幾個 呃 陪我打拼的兄弟們 他們就是我們瘋狂到真的 就是近期啦 這是近期 當初當時沒這麼瘋狂 當初真的是 埋頭苦幹 真的死蘋果拼把拼出來 近期我們就是可能講是 現在聽說 我們最近想要研發 某一國的料理 嗯 然後我們就只是 隨便開口走啊 然後我們就真的 機票買過去 我們就現場吃 就去吃 吃完之後回來就開始研發 就這樣 哦真的哦 對啊 可是像你剛剛講 如果說真的泡到原物料 漲到消費者沒辦法接受 那你們那個產品就提賣喔 還是 沒有啊 以調子壓 要不然就是以量取勝啊 現在當然有這個本事啊 現在整個金流 資金流順什麼之類的 我當我就是用量來跟他支架 我說好那我叫一噸不夠 我叫兩噸 我先付錢先放哪個這樣可以吧 兩噸不夠三噸 三噸不夠四噸 好OK 那你 反正我的預算就是這樣子 我可以交到多少的量 然後你幫我把價錢壓下來 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要你用其他的部位去取代 我都不要 就是你還是要宗室品質 對 你不能說因為 漲價然後就是 對 那近期可能 可能初期或近期我可能說 好那沒關係這些成本我來吸收 對我可能用節償不短的方式 我可能這次商品不賣錢 可是我一定要搭著另外一次商品的 會賺錢的商品 兩個一起搭著賣街場補党 我賺少一點無所謂 可是前期是這樣子 那到就是在我跟廠商協調完之前 是走這模式 協調完之後 我就是會用量來去支架這樣子 對啊 喔好 那想問那你們南海鎮這個品牌 最當初的記憶裡面是什麼 就是我會覺得說 我想要就是給一個消費者 很天然健康 熬組CP值很高的一個商品給大家 那我想要給人家知道說 我南海鎮就是用量實在 對就是那種純天然的東西下去熬住 然後之後是正功夫 然後一聽到我南海鎮三個字 這個 它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條理包 這是會顛覆你們所有條理包的一個 概念的一個商品 然後聽到這三個字 就是說 喔這家商品真的很好吃 不管我今天推出什麼 他們就是好吃 這是我的一個 最到處的理念 對理念 因為想問你今天有帶一些你們商品來嗎 那你們南海鎮現在目前有哪些系列的產品 我有牛肉系列 然後之後 排骨系列 鴨血系列 異國料理 這樣子 然後尤其從中 是牛肉 牛肉系列的 是以牛肉麵為主 那牛肉麵這個是也是我就是最自豪 最得意的作品 也是我心裡花最久的一支商品 對 它就是讓我就是在2022跟2023年的台北牛麵 那個牛麵節比賽裡面 讓我得到冠軍的一支商品 是喔 所以當初你們研發多久 我總共這樣子 我牛麵差不多研發下來 差不多有六 差不多六幾年 這麼久 對 喔 是 所以是研發到現在才有這樣的口味 對 喔 所以這個是你去比賽 然後有得命的 對對對 這個就是 而且人家說從來沒有 因為我們是到去年2022年 才牛肉麵節比賽 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新設了一個條理包組 對啊 因為我印象中都是比那個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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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想到去年 第一次新設的一個條理包組 我就成為第一屆的冠軍 好 然後之後我第二就是今年 我第二次參加 又第二次 又第二次 而且今年又很特別的是 我又得了雙料 就是興盾跟那個紅燒 就是 因為今年賽制整個擴大 所以我今年就是 想說他們又細分下來 那我兩個組別都爆 兩個組別又被我得冠軍這樣子 喔 對對對 所以這算是你們另類的成就感 對對對 那你說除了牛肉麵 然後還有排骨 排骨這一塊的話 就是說 因為太多人知道 太多人聽說我的牛肉麵真的很好吃 然後之後愛以家裡不吃牛 所以就是一直來反饋給我們 然後之後來跟我們私訊粉絲講 你幹嘛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好 那不然我們就是用牛麵的湯底 牛骨換豬骨 牛肉換豬肉 然後做出一個紅燒排骨麵 給人家 就是不能吃牛的消費者 他們去吃 也可以感 就是可以同時的感受到 我們牛麵的口味這樣子 所以你的紅燒排骨麵 跟紅燒牛麵 湯底是一樣 對 只是一個是牛肉一個是豬肉 對對對 然後一個是用牛骨熬 一個是用豬骨熬 豬骨熬 對對對 所以你的排骨麵是斷生的 對對對 是 那你們是不是還有拉麵 對 我們拉麵這一隻也是 其實 我牛麵成功的時間比較早 對 然後做拉麵的成功時間比較晚 因為我其實我兩個 兩隻商品是同時間開始做研發 對 所以其實兩隻都是耗時六年 對 只是同一條 同時間在進行 就是 可能我有好幾個鍋子 一邊就是煮不對 就是人一邊也是人 就是各人各人這樣子 對 所以這一隻其實就比較特別 是跟日本的一個 呃 松石湯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 日本拉麵在在地很有名的一個老師傅 跟他合作 然後拜師學藝去研發的 把它研發出來的 然後做我們也是很 就是很榮幸的就是 可以把這項商品 對 從台灣去把它賣回日本 做一個台灣的靈類之光 對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們也是去日本吃 然後學了之後 對 應該說其實我一個好的朋友 然後之後 他其實很愛吃拉麵 對然後他就吃完之後 他就是跟我講說 他在就是福岡那邊 發現有一個在地的小店 聽說是已經快百年了 對然後之後一個老師傅 然後找我去吃吃看 我說吃吃看完之後好OK 我就真的 我說好吃喔 然後之後他說 要不要我來問他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 肯教我們 一開始不要 後來我們用行動去感動的那個老師傅 然後之後他才開始肯教我們 教你們 然後除了拉麵這個 好像壓血也很受歡迎 壓血的部分的話 現在應該說我現在 其實我所有的商品 我都會做於別於市場的一個 東西 對 那一般現在市面上很多麻辣鴨蟹 麻辣豆腐之類的 我會覺得說這個太普通 太普遍 所以我就弄了一隻麻辣四喜 所謂的四喜就是有鴨蟹 臭豆腐牛肚大腸 我把一些在家裡可以很難去處理的一些食材 我都幫你熬煮燉煮到好 你在家就是自己倒出來一個人 也可以去享用一個麻辣鍋概念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胡椒豬肚雞 其實這一道料理是從廣東 新加坡這邊來的一道料理 所以是一個異國料理 那它其實湯頭燉煮起來 不是想像大家一般家庭就這麼好燉煮 它其實就是廣東煲湯的一個概念 就是要慢慢煲 對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是很麻煩 那加上其實前一陣子台灣 胡椒豬肚雞鍋火鍋 越開越多間 所以我會覺得說 好吧 那我也把這個用像麻辣鍋概念一樣 你一個人在這就可以享用到 所以我才去創作這次新的商品 對對對 那想問你們南韓算這個品牌 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 我現在就是想 我的一個規劃就是 我的藍圖是我希望說 我可以把 也不要說帶領 其實跟著同行的大家一起打拼 我們可以成為台灣的另外一個正國神山 我們這個業界其實可以代表台灣的說 這一行可以把台灣的一些食材 跟我們的一些做食品的技術 跟一些原物料 去在國際上發揚光大 對那也可以讓更多的消費者 或是說不再想要吃到台灣食物的消費者 或是說你遠在他鄉的一些台灣人 你都可以無時無刻刻去享用到台灣料理 這是我一個比較長遠的一個夢想 我懂你想要把南海酸變成另外一個台灣之光 對 好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對創業都有 他的一些理想有個想法 他們也有創意 那如果他們真的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會覺得說 請你先跳開舒適圈 然後去磨練一下你自己的 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一個建設 你去磨練好你自己的意志 然後跟加強自己的一個心理素質 再來去做創業這個動作 而且我會覺得重複一句話 其實這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這句話我覺得是一個蠻經典的話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有機會我才要去爭取 其實是錯的 是你去爭取的才有這個機會 而不是有機會你才要去爭取 機會是你要去努力才會有的 對 所以這句話你不要等 就是坐在家裡跟 就是在等或是說 就是我慢慢等機會來 錯了你是要努力去做這件事情 才會有這個機會 這是我想中顧給大家的 對 等於說年輕人創業其實 就是坦白說像你們這個品牌 他也不可能一系爆 他已經需要時間去累積 所以我覺得創業你也不能急 那就像你講的 你也是要去磨練跳出思數千 你去先感受看看 數字千之外的 你能不能接受 你再來決定要不要創業 對對對 對 我就覺得說創業其實真的不能心急 對 所以這次其實蠻辛苦的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這是個很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如果年輕人真的 願意的話 容易嘗試 我是覺得真的也很OK 我也覺得說就是其實 說實在的前面苦 因為成語說的沒有錯嘛 先苦後乾嘛 對 當你前面 你前面蹲的 也是像有一句話 你蹲的越低跳的越高 對 所以當你前面越苦的時候 你後面回收的成果會越乾 像我前面真的過得很苦 我創業的經歷真的很苦 可是 說實在 叫我再從頭來過一次 我可能會不願意真的太苦了 太累了 那我會覺得說 當你越苦的時候 你回收成果 當然你開始在採收你的果實 跟回收 回收你前面付出的一些努力的時候 那個速度是 等於是會比你在吃苦的速度是 程度會相差落差很大 那個當你吃越多苦 你回收的速度跟成績 會是倍數在增長的 所以像我前面這麼苦的情況下 我現在回收回來啊 或是說成長的速度啊 其實超乎我原先規劃的想像 對啊 我是沒有想到說 我今天怎麼會短短在這麼 這樣的時間內 從營業額多少爆發成現在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之前也是你有努力過啦 對啊 這是總括一句話 就是先努力去掙取才會有機會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南海鑽石聘有限公司的總裁 張哲民小鵬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小鵬的分享 謝謝 謝謝